這個時候老實講 家裡對我不太諒解 因為第一個 我沒有跟我家人 或者我身邊的朋友都沒有 因為我想我已經心意已定 人家一定叫我不要離婚 那我何必去問別人的意見 那所以那時候 我覺得我公婆是真的 尤其報紙也有燈 對 那實在是我小孩有一天 我在大連出差 我記得好清楚 剛回到旅館 我兒子打來這樣 哭泣 對 我聽了真的 他說 媽媽 我明天不敢上學了 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報紙都出來了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報紙出來 因為我在大連 然後我就講 我說你現在太小了 你絕對不會懂 我在講破嘴評 你也不會懂 我說可是 爸爸跟媽媽 不是因為你們才離婚 你也不會少得對你們的愛 對 然後他還是聽不懂 可是他現在17歲 然後他也開始交朋友 對 他開始了解 你就這樣開口 也沒有前兆嗎 你們之前也沒有任何前兆 當然冰凍三尺 非一日之寒 我就覺得 我們彼此不再互相需要 這是一個很強烈的一個直覺 不再彼此互相去 尤其他們事業 當時碰到很大的衝突的時候 同樣在做服裝 不同的品牌 可是當理念有很大的衝突的時候 可能那個也是一個很大的 老實講也不關我的事 因為我們財務是獨立的 對 好比說他想要去投資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我就跟他講 那個我覺得不好 聽了我這句話 本來他還沒什麼意願要投資 就拚命要投資 好嗎 講到真的不好的話 我說你看吧 我就跟你講 叫你不要投資 他更氣 像他常常借他朋友錢 然後有一天 他就出去去銀行匯款 那我怎麼會知道 因為我們財務獨立 我也不會管他的錢 他也不會管我的錢 結果銀行打電話給我說 那個范總 剛剛那個張董來匯錢 可是對方帳號寫錯了 所以我現在打他手機打不通 我說匯給誰 他就講個名字 我在想 那應該是跟他借錢 那當然不關我的事 可是這種事很奇怪 會跑來讓我知道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你們也不知道就算 對啊 我就覺得沒有 好像又是夫妻對不對 對 又會想表達一點意見 對 尤其男人就太阿撒利了 女人就看不過去 是不是 對 今天也是他的錢 真的 可是你知道當老婆人會覺得說 你幹嘛要借一個 明明就知道不會還你錢的人 以為你那時候沒有想過 在所謂的職場上面 兩個變成一個很親密的 所謂的戰略夥伴嗎 當然希望啊 我們也曾經是啊 可是 我覺得夫妻 我真的給大家一個忠告 夫妻真的不要共事 沒有一點好處 真的 聽過失敗的例子 多過於成功的例子 因為你聽誰的 對 所以我前夫有點痛苦 以前人家介紹說 這是范英文的老公 然後現在說 這是范英文的前夫 對 他是不是一定要昏倒 你知道 就好像這是夢魘 對 這個是壓力 所以他也慢慢來 可是我們也不是故意的 我老朋友這樣子 有一天就忽然跟我講 就是我們也是一樣的 他說要離 有人跟我策略常常要離婚了 離婚協議書給我了 這個我跟你講 如果你當時一衝動 這就離掉了 就沒事了 我拖泥帶水 我不肯離啊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沒有離 那你們好不好現在 我們現在變 中間很那個 現在變朋友了 就開始 如果你不離就慢慢來 你要修復 變朋友嘛 可是那個我就知道說 如果當時你衝動 兩個就離掉了 離掉就各過各的了 對啊 可是我覺得人生有 每個階段不同的需要 應該是要去努力的追求 你有沒有想到 現在的階段 可能你們兩個正在走分岔路 可是這個走著走著 會不會有可能 它有它的歷練 你有你人生的經歷 但是有沒有可能 在後來還有那個交叉點 對別人我真的不敢講 對我的個性來講 絕對不可能 不走回頭路 不走 不吃回頭場 對 絕對不可能 因為已經熟到一個 就好像人家常常講 老公講個笑話 老婆最不捧場 對 所有東西你都那麼清楚 太了解 然後你到老了再走回去 這不合理吧 她是一個勇敢的女人 她真的很勇敢 太勇敢 我覺得有時候 其實女人大部分是需要 戀愛的感覺 可是二三十年的婚姻 跟談戀愛好了 Whatever 老實說 要還有愛情的 那甜滋滋的感覺 已經沒有了 不容 那你除了斷然 結束掉婚姻 然後也許 新的人生沒有伴侶 但maybe會有 那就會重新開啟 那個戀愛的感覺了 這是一個希望 我喜歡這種感覺 當你簽字離婚 走出那個 也許律師樓 你下一個新的生涯 你自己會期待一個 新的生活的願景是什麼 我都不預設 尤其2006年 我碰到我自己 事業上一個 最大的一個低潮 你是2005年離婚 2004年離婚 2004離婚 然後2006年一月 就發生這個 比Yoncle瞬間就 變成不是我的了 真的就是對自己 親人不設房的一個 很嚴重的下場 那因為大家都知道 20年來這品牌我創的 而且是我一手在做的 包含我配合的 所有的供應商 所有的百貨公司 所有的店家都知道 你是親力親為的那一種 對啊 要不然我那時候 就會不唱歌 然後到了2003年 我移居到上海去 2004年我就把台灣的工廠 研發中心就移到上海去了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外資公司 那就後來在住在公司的時候 我們某一位股東 就用了他自己的名字 就忽然 控股到上海來的時候 就變成所有的東西 都不是我們其他股東 是屬於他一個人 對 你講的這是你姐姐嗎 對 因為不是親的人 不可能相信到這種程度 對 你一定印章 什麼都給他的嘛 我剛才解釋 我24歲 那個時候就做服裝 然後股東就是我們五位 那時候我沒有那麼多錢 還有前面錢都賠光了嘛 對 所以事實上我在這個企業 因為我們資本很大 所以我的股份並沒有那麼大 只是我們資本很大 所以那金額算滿大 OK 對 那他派財務長來 來 管財務 對 那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是 所以後來這個事情 也是財務長跑來跟我講 說怎麼會這公司 他住是他一個人 我說我哪有栽 怎麼會這樣子 簡而言之就是突然之間 就因為一個文書上面的作業 對 你的公司沒有啦 沒有啦 在大陸就 也都不是我們的名字啦 那在台灣 因為我是負責人嘛 因為20年前就是我是負責人 那反而所有的應付賬款 都在我的名下 蛤 所以都是我來 我來負責 對 是什麼原因 跟姐姐從小已經親嗎 好嗎 感覺 很親啊 我在上海去03年買了 現在住的地方 樓下有人要賣我還是要來買 所以他現在還住我樓下 那你們在樓下 好笑吧 能想像耶 真的很想像耶 是 碰不到 很奇怪 這個老天爺註定碰不到 等一下 你爸媽還在嗎 我爸過世了 然後我媽媽身體很不好 中風 OK 對 可是那這事情發生之後 你如何面對你姐姐 或你姐姐如何面對你 有沒有深談過 他真的不像我從小認識的 就是不行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後來 實在是當面談 因為還有我 股東啊 對啊 還有股東的 然後談 就後來因為 就開始打官司嘛 對 因為我是台灣的負責人 所以我是被告 然後我還要出庭 所以後來當面談沒用 我們都是在法庭上見 他有沒有給你一個理由 所以為什麼啊 講到比昂空還在 現在23歲 比我兒子還大 而且我真的承認 我對他付出的心血 比我兒子還多 比對我兒子還多 那一段時間 你應該被打擊很大吧 跟鬼一樣